那些鼓掌聲音都搭在鼓掌 真的啊 剛剛那個 我把他耳鳴好了 我把他耳鳴好了被他聽到 身體真好啊 謝謝姐姐 謝謝 來第二文明病二 我們看 那我們有一個個案 他是五十幾歲 那他是教職人員 他做了三十幾年也退休了 他退休之後本來沒事 他之後有一次他去做見解的時候 發覺他有 而且彎得很嚴重 但事實上五十幾歲 其實好像沒有影響到什麼 但是只要一發現就不得了了 什麼骨刺 骨鬆等等都陸續 其實就在那一次見解裡面看到 可是五十幾歲還算年輕 五十幾歲 對 還算年輕 所以我們常在講 病人不是老人 病人就是病人 跟年紀大無關 我們那個個案他就發現 他確實骨鬆很嚴重這樣子 然後之後其實他先去看看 神經內科因為痛 然後又去看骨科之後 神經外科 然後在神經外科這地方 他就幫了動手術 做全身的護駕 因為他骨鬆很嚴重 而且骨刺很嚴重 那護駕以後 他做回去以後 換他老公開始有意見了 因為他老公正好也是在退休 他老公講說 自從我退休以後 就是等於我去醫院的時間 他會一直抱怨 這其實是很難 因為大家很辛苦 結果要過下半生的時候 反正碰到了這個問題 他老公就碎碎唸 我終於了解 什麼叫做男人只剩下一張嘴 就是這樣 他帶他老婆來的時候 一般來講 其實在身心科 女生其實會比較話多一點 他不是 他完全沒有讓他老婆 有講話的空間 最後我就幫他做一個總結 我說我知道你現在哭 是因為 你老公都不讓你講話 對啦 就是這樣啦 這樣子 所以其實他是有一種情緒在的 這樣 那為什麼要來 主要就是因為他老公抱怨 他那時候 因為他老公常常給他很大的壓力 這樣子 他睡覺的時候常常就會睡不好 就會做夢 再有一次做夢的時候 不小心摔倒又跌倒了 所以呢 之後又再去開刀 之後又換一個護駕 因為爆瘦了4公斤 你的護駕完全不合 要重新去換一個護駕 一換呢 就是花個2萬多塊錢 這樣子 對 所以呢 要特別注意這一個部分 也就是說今天呢 我們常常在講那個骨鬆 我們好像認為是60幾歲才會發生 對 事實上不是這樣 尤其好像是說有脊柱側彎的 它更常會發生 大概前兩個月去了一趟日本旅遊 跟我一個很好的女生的朋友 結果呢 他就忽然在洗澡的時候 跟我同年 大我一歲 48歲 結果他就是忽然洗澡洗一洗 啊 大叫 他是怎麼了 他就是洗頭 這樣滴著有沒有 滴著完之後他就扭傷 就這樣子扭傷 不能動耶 我後來是用那個旅館的那種 就是那種椅子有沒有 輪子的那種椅子 把他這樣子推出來 他就整個腰不能動 後來去看醫生也是說 因為他可能 所以長期不運動 所以造成可能一個姿勢不對 就只是洗頭這樣子彎著 他就再也站不起來 這樣躺了兩個月 對 因為他沒有練到後背肌跟這類肌肉 對 不常用 這個時候我就要替瑜伽講一句話 很多女生都寫說 因為他練瑜伽 所以把骨頭練斷了 骨折了 或是他因為瑜伽練扭轉 把他的肋骨練斷了 對啊 因為瑜伽動作都很高難度 凹來凹去 對 可是你可以問醫生 骨頭是有多堅硬的 是因為你自己扭轉 它就斷了的話 你可能小時候都死幾百次 所以其實不是瑜伽 是你們本身就骨質疏鬆 然後你們突然做一個 比較猛烈的動作的時候 骨頭斷掉 不是瑜伽把你弄斷 對 瑜伽過老人家 真的只是咳嗽 曾經真的因為這樣子來急診過 不過最後都可以 這個不是笑話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這是咳到斷掉 那其實骨質疏鬆 你因為一些外力骨頭斷掉 這個都很能理解 但還有一種叫 它也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像我曾經遇過一個50歲的大姐 這樣子 她是在浴室滑倒 那坐下去之後 她那個有點骨盆牆骨折 可是只是稍微的骨裂 所以其實在急診止痛之後 其實那就是在家裡靜養 她會慢慢的恢復這樣子 那因為骨盆牆骨折 蠻痛的 而且是骨頭都已經有裂痕 所以她必須要靠齒痛 那她晚上就睡不著 因為她也痛 所以她就是吃了她先生的安眠藥 對 想說來住美 她平常都沒有再吃 結果吃了她起來夢有 她就就是有點意識混亂起來走 我知道吃哪個牌子 結果她先生發現她一下床之後 因為有骨折 她一痛她就跌坐在地上 結果這樣子一撞 她才50歲而已 她的那個骨骨就骨折 就是大嘴骨骨折 手臂的弓點痛到也骨折 這個很奇怪 因為我們一般老人家跌坐下去之後 我們會有就是比較常見骨折的位置 就是因為受力還有骨頭角度的關係 她可能在大轉子還有一些會比較常見 可是她就是除了大轉子斷掉以外 她的骨骨幹也斷掉了 而且她的公骨也碰了也斷掉又過舊 不過那時候X光一照 她發現她骨頭其實有一些病變 就是有一些死骨性的那個病變這樣 導致她骨頭比較脆弱 那後來 因為她那次跌倒有撞到頭 我們有做頭部的掃描 才發現說她的X光有肺癌 然後骨頭轉移 而且腦部也轉移 那腦部那個算是因為她碰到頭 我們幫她造意外發現 所以她沒跌倒的話 還不會發現她有肺癌 對 而且她是斷在不該斷的位置 就是一些比較不常見 因為你這樣子跌坐 也因為相對有肺癌才會斷得 莫名其妙的斷 對 她就是有一些骨頭轉移 我認識幾個整骨師 整骨師傅都很厲害的 有時候八十幾歲的病人去 她看半天她就 我怎麼不幫她診 她說不是啊 真的有那麼嚴重嗎 沒錯 我們今天談骨鬆 骨鬆有時候是沒有症狀的 因為跌倒就容易骨折 骨折裡面最怕 那個叫做 脊椎壓迫性骨折 所以你年紀大人 鬥牛超過五公分 絕對有壓迫性骨折 三公分是正常 如果五公分就表示 一定有壓迫性骨折 對 那骨折最離譜的 我還碰過一個案例 很好玩 就是安養院 那病人躺在床上 老太太 臥床很久了 有一天 就是照顧人 這樣一翻身有沒有 耍一大一翻 啵 聽到一聲啵 完蛋了 骨折了 那她也很冤 沒有怎麼樣 我只是幫她翻過來而已 我們告訴她 下次翻身 老先生老太太 臥床很久沒運動 骨鬆很厲害 翻身不可以拉手 一定要一個骨盆 一個肩膀 這樣子來翻 不可以拉手 不可以拉腳 年紀到補蓋 有時候吸收不太好 但是最主要 其實你肌肉還是要練 我們現在不談住臥床的 一般健康的人鼓勵 平常就要把吃得養成 要做運動 曬曬羊 補充 營養均衡 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 單腳站立 你如果單腳 包括你等公車 坐捷運 甚至在家裡看電視的時候 其實不妨都站起來 然後單腳站立 因為當你單腳站立的時候 你身體負重的一個重量 是雙腳的三倍 所以當你有這個負重的時候 就可以把這個蓋子 送到我們的骨頭裡面 預防骨鬆 不然你光補補完之後 其實都是在血液裡面 其實是沒有用的 你要靠這個重力運動 才能把這個蓋 有血液 送到骨頭裡面 那才是真正的補蓋 其實我們有時候 到家裡居家的房市 常常家屬都會說 這個阿嬤一個月之前 都還可以自己買菜 自己下廚 生活的料理都非常好 可是現在卻是臥床擦鼻味管 所以我要強調的是 其實有調查發現說 65歲以上老人家 有四分之一的死亡 是跟骨質疏鬆有關的 它的進程是怎麼走呢 它可能就是 比如說平常都好好的 忽然 也不知道自己骨質疏鬆 忽然跌倒 在居家最常跌倒的地方就是 老人家最怕摔了 對 我看那個阿嬤 她是在廚房 炒菜炒到一半的時候 不小心滑倒 因為太油膩了 就一跌倒 就寬觀骨折 然後就臥床 那個基本上臥床 都要三到六個月以上的 那一般人臥床可能覺得還好 可是老人家一臥床 基本上 它 就便秘 最常出現就開始出現便秘 便秘之後呢 它的胃口就不好 吃東西就變得少 就營養不良 然後就出現一些感染等等 就這樣一步一步邁向死亡 激勵代表行動力 對 行動力代表活動力 對 活動力代表生命力 是 當你都不想動 你就很慘 那因為這個動作姐老師沒有安排 那就 OK 鼓鬆呢 我們剛剛講要多做運動 對 那多做運動呢 我們來設計到很好玩的運動 叫做 人過半百 剛剛說明話提出來單腳站的運動 其實雙腳一樣 這是一個再重 人過半百 這是一半 有沒有 鼓變鬆 這個很鬆有沒有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抖動 沒有 腳抖動 手抖動 手都可以動 臉也很鬆 腦骨不在頂空空 腦骨不在頂空 敲敲拍拍 當然你可以全身從頭 腳拍下去 可以 這個拍拍 內外上下拍拍 然後呢 鼓動人生好精采 像打鼓一樣 打鼓一樣 鼓動人生好精采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剛剛一個再重運動 然後那個手有運動 鼓動人生好精采 然後保命 保命 防蝶 把防蝶單腳站 單腳要站 博到百 百 百就繞一個圈圈 這單腳你看它站多久 單腳站還有一招 這一招就是單腳站 好厲害喔 好軟Q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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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個不要亂學 你這個有練過 保命 單腳 防蝶 但你如果沒辦法單腳這樣 我不再肯站 你就這樣做就好 一 二 這樣也可以 有沒有 瓜哥你厲害 我就是要讓你看到我 天氣活力 謝謝 大家謝謝你給金師傑 好軟Q